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将阿比达摩居士论当中 现在宣讲的第二评 第二评当中 现在前面宣说根的差别和 然后分别宣说有违法的产生之理 前面有关22根的有些道理 就是简单的宣说了 现在以旁俗的方式 也可以说 依靠宣讲的同时 产生有违法的道理 那么产生有违法的道理 就是分两个方面 下面就是有违法的产生之理 就是真是宣说有违法的产生之理 然后旁俗因缘即因 因缘即过 下面就是将因缘的因和缘过 就是在分这方面的道理 然后第一个宣说有违法的产生之理 就是分两个方面 就是色法产生的之理和非色法 就是非色法产生之理 就是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色法产生之理 它这里有违法 当然我们知道所谓的无违法 它没有什么可产生的 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 然后所谓的有违法 有违法的话 前面也讲了 它是因缘产生的 那么它就是有缘产生的 那么这样的有违法 怎么样产生呢 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就是有多少个微臣 有多少个物体吧 有多少个物体呢 就是实际上是一起产生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下面进行论述 在颂词里面这样说的 欲界无神成 八种微臣一起生 就八种微臣一起生 具有神跟九五者 具有他跟十五者 就是它这里呢 就是我们这个欲界当中的话 有多少个根 就是我们前面 不是讲的这个二十二根吧 就是在二十二根当中的话呢 就是有多少个根 或者是有多少个微臣产生呢 它这里有这样的宣说 如果这个欲界当中的话呢 就是没有其他的根 就是没有这个身影的这种微臣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所谓的这个根呢 就是有时中的话 是他们也认为是这个根 就是一种微臣 然后呢 就是当然这个根里面 就是有些这个 有色法方面的这个臣 就是不是这个色法方面的 他们也不是认为是这个一种臣 但是呢 就比如说言根 这些都是他们认为是这个 就是一种这个臣吧 就是微臣 那么这个 在我们这个欲界当中的话呢 就是除了就是没有这个根 没有这个身影的这种微臣的话呢 一般来说是有八种微臣 这个一起产生的 就是有八种这个微臣 一起产生的 他们这个有时中呢 就是认为是低水火风 就是四大这个微臣 然后呢 就是再加上这个四大所生的 这个色相处 就是色相处 就是除了这个身影 身影的话呢 一般来说不一定这个存在的 就是他们有时中 也有这个特殊的这种观点吧 比如说我们一块石头呢 就是我们一块石头呢 就是然后就是炸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那个身影也是同时这个产生的 但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呃 生影呢 就是不一定存在的 就是他在产生过程当中 不一定有身影 然后呢 他们认为这个最少 就是最少也是任何一个事物产生的话呢 那么最少也是这个 八种这个微臣 就是一起去产生的 就是这是这个有时中的观点吧 就是有时中呢 他们这个这样认为的 然后这个八种这个微臣上面呢 就如果具足这个圣根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个上面 身体这个具足的话呢 就是那么就像这个 在这个如胎 这个如胎的时候呢 还没有这个其他的根子 给产生的时候呢 这个圣根具足 在圣根具足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九种这个微臣 一起产生的 然后这个 在如果这个身影 这个就是如果这个具足 什么这个 圣根这个圣根当这个 其他根这个具足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实中 就是那么这个实中这个产生 就是这是那个 颂词里面的这个意思呢 是大概是这样讲的 所以这个观点的话呢 就是具世伦这个主要是 颂词里面的话 就是像这个有不宗的 就是应该是有不宗吧 就是有时的话呢 就是包括这个微是中啊 就是什么 这些都这个已经包括了 进步中全部是有时中 然后这个有不宗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 四大宗派里面的这个有不宗 就是说有不和有时 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这个有不宗呢 他们认为这个 凡事实际上的任何一个 色法产生 必须要具足四个围层 八个围层以上就是 那么其他的这个围层 如果具足的话呢 那就可以这个具足 这个救古物质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好像巨石论的这个唐译里面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没有说直接说微诚吧 就是他说是是 就是是的话呢 也可以说是有代表这个事物 就是也可以这样这个 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呢 大家应该这个 清楚就是他们的这种这个认为的话呢 实际上是进步中呢 就是不是这个很这个赞同的 因为进步中为什么是不赞同呢 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低水活风和 然后这个四大所生的 这个相位处 就是相位处 这四大呢 就是每一个物体呢 就是不一定就是如实的这个存在 就是就不一定 虽然他们的这个戒心呢 就是应该这个存在的 但是真正的这个物体呢 就是不一定这个存在 佛经当中也是说了 就是说是这个赐这个微诚 就是也就是说是赐这个微具吧 就是赐微具呢 就是以这个这个什么赐母具的话呢 就是种种界这个所成的 意思意思就是说是 佛经里面说是 比如说一块木 一块木头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戒心 这个所说这个产生的 戒心这个存在的 但是有是种 有不种的话呢 就是他所承认的 真正的这个低水活风和四大都 已经这个聚足了 那么这个进步于上观点的话呢 他们认为就是这所谓的这个戒的话呢 就是只不过是我们下面所讲的 一样的这种作用 就是他的这个作用呢 就是存在而已 就是实际上的话呢 就是他真正的这个低水活风的这个微尘呢 就是不一定这个居住的 不一定居住的 如果居住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那个 这个他定理这个相位处 就是这个什么这个色位相处 就是全部都居住嘛 就是一个微尘 那么一个微尘呢 如果这个居住 所有的这些这个八种这个微尘的话呢 那么这个他们都就问那个有是种 好像那个自身里面都是有这个吧 就是他们都问那个有不种 问有不种什么呢 那这样的话那个这个风的那个颜色是什么 就是风的这个颜色是什么 就是问那个有不种 问有不种风的颜色是什么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说是这个呢 就是只可以这个信 就是但不可这个逼之 就意思就是什么 那就是这样的这个说法呢 就是这个风的这个颜色是什么呢 就是这是我们依靠教理 而这个可以这个信任的 就是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实际上呢 真正要这个知道的话呢 就是这是那个 就是不可知道的 就是没办法再知道的 就是它是这样这个说的 因此呢 就是真正的这个地水活风的这种本性呢 就是不一定就是真实这个具足 不一定这个真实具足 本来我们这个有一块这个铁 就是然后它呢 就是通过这个融化的时候变成这个液体 那么这个变成液体呢 它这样的这个液体就是原来的这种这个碎 还是是这个现在变成的液体啊 这这样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有时宗呢 就是他们这个 有不宗的话呢 就是他们认为 就是这种这个界限呢 只不过明显而已 但所谓的这个明显也是 如果在它的本体当中是不存在的话呢 那么怎么这个变成这个明显 如果存在的话呢 就是显不显也是没有必要这个说 所以这些呢 还有那个大乘阿比达摩 大乘阿比达摩里面呢 就是说是 实际上的这个所有呢 就不一定是这样这个具足 这个八种这个乘来这个分别 实际上是麦彭仁波切的 这个智者如门当中 也是有关这个八种为生的这个说法呢 还是以这个各种 这个观点来 这个宣说的比较这个明确 就是明确 就是一般大乘阿比达摩的话呢 比如说他们这个有时呢 就是只有一种法 就是但是其他的法呢 就是不存在的 像那个光吧 就是光的话呢 就是认为是只有这个色 就是只有这个色 就是但是呢 就是他这个像啊 除啊就是这些都是没有的 但有些这个光呢 就是他又有这个除 比如说这个月光啊 日光啊 那么这个月光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清凉的这个所处 然后日光的话呢 就是那个炽热的这个所处等等 就是有些光的话呢 就是他有这个 有处有这个色的 但这个一般的这个光的话呢 就是他只有一个色 就是没有这个处 然后比如说这个像那个风吧 就是像风的话呢 就是他只有这个声音和那个所处 就是然后呢 就是没有这个 其他的这个颜色啊 就是香味啊 就是这些都是 就是香啊味啊 就是这些都是没有的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风呢 就是经常借助自己的身体 就是这一点也是 这个就是就知道的 然后这个风呢 就是有时候吹风的时候 呜呜呜呜的这种声音 就是所以呢 这个风的这个声音也是 就是可以这个听得到 就是也有这样的 还有那个像那个 比如说这个像烟吧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冒的 这个烟烟就是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他有这个色法 就是有色法 然后这个所处也是有 然后这个味 就是香味的这个味吧 就是这个也有 就有时候这个 他那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 不管是烧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那个烟呢 就是所以呢 进步中呢 就是我们一上的话呢 就是他们认为就是 有些呢 就是有这个一层居住 就像是光一样的 有些呢 就是二层居住 就像是刚才就是 所讲的这个风一样的 有些呢 就是三层居住 就像是烟子一样的 就是烟一样的 有时候呢 就是四层 就是有些法的话呢 就是四种味尘居住 四种味尘居住的话呢 就是就像城乡一样的 就是 那么城乡的话呢 就是他居住这个 四种这个味尘等等 就是他是以 这种方式来这个宣讲 所以这样宣说的话呢 我们前面也讲了 就是任何一个法呢 当然这个因缘这个居住的 但是这一点呢 就是这个石青伦师呢 就是站在那个 有不中的这个观点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颂词呢 就是按照这个有不中的观点 因此呢 就是说是凡是那个色法当中的 所有的这个任何一个法呢 就是他要这个产生的时候 最少也是八个微尘居住的 因此呢 就这是这个有不中的 一种这个特殊的观点 但是这个大乘阿比达姆 以上 这个尤其是这个大乘阿比达姆 以上的那个 就是这个瑜伽 就是瑜伽宗吧 就是这个优师宗 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威斯宗 威斯宗的话呢 就是当然在这个石像当中呢 他们认为是一切万法 都是这个性的幻变 就是性的这个现象 但是名言当中呢 他们也是这个成人 他们成人的什么呢 就是阿比达姆的这个观点 就是所以 实际上的任何一个法呢 就是不一定他在产生的时候呢 都居住这个八成 就是 所以有些呢 就是居住这个八中成 有些呢 就是不一定这个居住八中成 但是呢 实际上是 他的这个作用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 居住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 任何一个东西呢 就是他在这个 接住这个火焰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火尘也是 就是原来是一般这个铁球 然后这个铁球呢 就是让他这个火的 这个燃烧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火尘也是这个居住的 然后呢 就是他在这个 就是比如说变成这个液体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这个水尘也是这个居住的 应该就是 他在不同这个因缘的情况下呢 就是他的这个位尘呢 就是可以这个不断地增加 就这一点呢 就是大天阿比达姆呢 就是应该这样承认的 然后那个 这个尤世宗的话呢 就是问那个 这八种位尘呢 就是是在一个位置上呢 就是还是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 比如说八个位尘 好像那个石敬伦师的那个 就是知识里面吧 就是知识里面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位尘的话呢 就是最细微的位尘和 还有这个积聚的位尘 就是分两种 就是所谓这个 最细微的位尘呢 就是他们尤世宗 自己所承认的 这个称实的这个位尘 就是这个称实的就是位尘 然后这个积聚的位尘呢 就是我们就是经常所谓的 就是地岁和风 就是全部集聚在一起 这样的这个位尘就是 那么这这个八种位尘呢 就是是不是在 集聚在一个位尘的 这个地位上 或者呢 就是他就不同的 这个位置的地位上的话呢 那么这种观察呢 就是可能这个 有始终来就是也会说 就是只是这个 自可信不可逼之 就是可能也这样这个说 因为呢 你如果真正去这样 这个观察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真正的 这个地岁和风的这个位尘呢 还有呢 就是也有这样这个观察 就是比如说那个 地岁和风就是 那四个位尘 就是四个位尘的话呢 那么这个地 这个地的这个位尘吧 就是地的位尘呢 就是他具不具足 这个四种位尘 他如果具足四种位尘的话呢 那么地具足四种位尘 然后最具足四种位尘 这样的话呢 就是四四一十六 就四四一十六 还有那个在上面加上 加上这个四大所胜的 这些这个相位处啊 就是他们也是具足位尘的话呢 那么你们的这种这个位尘呢 就是不了这个八种位尘 就是已经有过多的这个过失 但这个呢 就是有些论识里面 就是这样讲的 他说这个过多的这种过失呢 就是是没有的 因为这个是按这个中类而降的 就是比如说 低这个什么 这个低的话呢 就是主要是以低大为主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最大的话呢 就是虽然他的这个成分当中 他的物质当中呢 已经具足了这个四大的这种位尘 但实际上呢 就是他他自己的这个成分为主 他的中类为主 因此呢 就是有过多的这种过失都是 是没有的就是就是有些这个论识呢 站在那个什么呢 就是站在那个游不宗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回答 但是这个问题呢 就是当然这样回答也是是可以 如果我们这个详细分析的话呢 当然这个也是需要值得这个观察的 就是你这个低所或风 他们认为呢 就是说是欲界当中的任何一个法呢 就要产生的时候 是由八种位尘居住 那八种位尘居住的时候呢 你八种位尘里面的第一种位尘 就是他居不居住那个 他居不居住这个八种位尘 他不居住八种位尘的话呢 那就他不是这个 在欲界当中的有违法了 就是有这个过失 他这里呢 就是这个问题呢 就是有时候这个我们 还是要这个需要再三的这个观察一下 就是所以他这里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由不宗他们的这个观点 就是然后这个金不宗的话呢 就是对他也是是怎么样这个对待 就是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清楚 下面我们讲大概他的讲义 这些优位法的法相均格不相同 就是优位法的法相呢 都不卷通 那么不同的优位法是单独而参生 还是一起参生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优位法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所以我们遇到一个名词的时候 大家应该把知道他的这个分量和这个一些法相 那么优位法呢 就是他的这个法相都是是不同的 所有的这些优位法呢 就是他是这个独立的这个参生 还是是依靠这个其他的一切法呢 就是一起参生的 那么这里呢 就是他们的回答是一起参生的 一般而言 一切优位法一切这个法呢 就是均为是无视所色 我们经常前面也讲了 就是这个优位宗呢 就是认为是优位宗呢 也认为这个所有的这个法吧 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法呢 就是他可以包括在 这个轮回和涅槃所色的一切法呢 就是他可以包括在这个无视当中 就是无视当中 无视是哪无视呢 就是即是这个舍心 心所 然后这个非相应心和无畏法 就是他这里面呢 就凡是这个我们 就是那天讲这个撒密无视松的时候也有吧 就是他们这个 什么叫做是这个一切优步呢 一切优步呢 就是所有的万法呢 就是承认这个色于这个 无中这个所色 就是无中这个色法 无中这个事里面 就是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法 就是 那么无中色呢 就是指的是这个 就是色 就是外面的这个色法 色法里面呢 就是当然这个前面所讲的一样 就是无金啊 这个无根啊 还有这个就无表色 这些都已经包括了 然后这个信 就是信呢 就是平常我们所谓的这个信王 就是信王 下面呢 就是讲的这个信索 就是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下面还先讲 然后呢 就是非相应心 非相应心呢 就是一种有为法 但是呢 它不是这个信 也不是这个信索 也不是是这个色法 就是他这样的一种这个 就是一种法呢 就是叫做色 比如说我们下面所讲的这个神明啊 这个德顺啊等等 就是这些法呢 就全部承认为是这个非相应心 就是它不是与这个信和信索相应而产生的 但实际上是 它是一种有为法 它不是无为法 所以呢 尤世宗呢 就是认为是除了这个无为法 就是当然这个就是初开 就是 然而有为法当中呢 就是信和信索以外 就是信和信索和色法以外 还有一些这个有为法 就是 那么这些有为法呢 没办法就是把它包括 就是因此呢 就是就包括在这个非相应心里面 就是这个非相应心 然后这个无为法 就是无非法 大家都知道就是三种 这个无为法 所以他们认为呢 所有的万法呢 就是可以包括在这里面 这一点也是是对的 我们这个不管是讲什么法 凡是在五种这个说事里面 不包括的这个法呢 就是现在也没办法这个讲出了 那么这个无为法是这个 这个无为法呢 就是是没有这个参生的 因而也就不存在 与任何法一起参生 就是刚才说了 就是一切法是 这个跟其他法一起这个参生的 不可能独立这个 像崴岛这个所说那样的 就是独立的参生是没有的 那么要参生的话呢 就是跟这个其他法要参生的话 那么这个无为法呢 就是不可能这个与其他法参生 其他的所有的法参生的方式 分为这个色法的参生方式 和非色法的参生方式 就是非色法的参生方式呢 下面讲讲这个信和信索 有关这方面的 那么这个色法的参生方式 就是第一个色法的参生方式呢 在余节当中 五根城也无圣城的 这个几具围城 团诸入日光城那样 最小一个围城 也是由八围城一起参生 也就是说 这是这个优伯宗 我刚才也讲了 就是他们的一种观点 就是他们的一种观点 他们说在我们这个语节当中 假设说是如果这个流根 就是这个根也不具足 然后这个生根 就是生成也不具足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最小最小的一个围城也是 像这个日光啊 或者是另外一个 任何一个最小的围城的话呢 那么最少也是要具足 这个八种围城以上 就是八种围城以上 他们呢就是同时在这个世间当中 这个产生的 所以呢就是不具足 八种围城的整个这个万法呢 就是是不存在的 就是这是由不宗呢 就是他有一个独特的这种这个观点 然后这种法成不成的呢 我刚才也是已经分析过了 就是大家这里 就大家应该明白 也就是说 这都是八种围城是哪些呢 就是这个四大 就是四大这个前面所讲的 地水火风的这个界行 然后这个色相处为 色相处啊 就一起产生 就是这八种围城 如果具足圣羹 则有八成这个羽 这个七圣羹 就是中共有九种物质 一起产生 就物质或者是微成也可以说 具足物质 一起产生 具足炎等羹 其他这个任何一个羹 再有这个前九种 这个微成羹 然后它本身就是 中共有十种这个 一起这个产生 在色界当中是无有 这是我们这个 预解而言的 然后这个色界当中呢 就是没有这个 相和畏 就是这个前面也讲了 因为那个这个 就不存在 就是在那个色界当中的话呢 就是这个相和畏 这个不存在 因而呢 就是颂词当中 也是这个可以改为 就是如果这个色界而言的话呢 那么这个色界五根五层 五三层 六种微层一起生 就是刚才这个余界的话呢 那么就是 这个八种这个微层一起生 那么这里呢 就是因为这两个 这个相和畏 就是不存在的原因呢 就是这个 六种微层一起生 具有色根七五指 就是如果具足色根的话呢 就是七柱五指 具足他根这个八五指 就是这样这个宣说 这是这个色根的 就是色根的这种 就是这样这个宣说 因此这个无色界的话呢 就是他一般的这个色 色生存呢 就是是没有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 所以这个无色界呢 就是他这里 他这里呢 就是讲的这个 是这个色法方面的 这个产生 色法方面的话呢 一般这个有色中呢 有不中呢 就是认为是在无色界当中 当然这个居舍论当中 也是有些认为 是这个无色界当中呢 也有一些这个 细微的色法 就是这个我们下面讲 那个世间评的时候 也要讲 但是呢 在这个大多数的 这个有不中认为呢 就是这个无色界呢 就是是没有真正的这个色法 就是没有真正的色法 因此这个色法的 这种产生呢 就是不居足的 因此我们这个 于界而言的话呢 就是最少也就是 八种这个微层这个居足的 那么这个色界而言的话呢 就是最少也是这个 六种微层这个居足的 就是六种微层这个居足的 那么这些呢 比如说这个 那色界当中是 为什么是不居足这个相和位呢 就是这也是 大家都知道 就是终生的这个业力和 然后呢 就是对这个外境的这个感受 就是也有这个差别的 就是虽然我们这个色界当中呢 就是也有一些 就是它的这个乐 但是呢 就这些呢 就是并不是我们这个世间 就是现在所讲到的 就是这里面的这个 为和这个处 就这样的这个微层积聚而产生的 就是这个呢 应该这个后面 还有一些阐述 就是我们倒是在这个叙述 前面呢 就是讲这个非色发产生的道理 就是非色发产生的道理 第一个呢 就是略所 非色发呢 就是指的是主要 这个信和信作方面的 就是然后这个信和信作 还有这个 讲刚才所讲的 什么那个非相应法也可以吧 因为它不是这个色发 非色发产生的道理呢 就是有略所和广所 第一个呢 就是讲这个略所 行与信所定义且 有为发想获得损 就是它这个颂词里面的意思呢 下面这个非色发的这个参生的话呢 那么这个 比如说非色发的这个信呢 就我们这刚才 这个色发的参生方式已经讲了 那么非色发的这些这个信和信所 他们的这个参生方式是 还是这个度力参生的 还是是一起参生的呢 它这里这个信和信所呢 就是一定是一起的 比如说这个只有信王 就是没有这个信所的 这样也是 具体分析的时候是没有的 如果你这个大概这个讲的话呢 当然这个 有这个信王的 就是他就是没有这个分感 就是没有这个信所的 就是 才从这个 比如说这个有些 有不中呢 就是他认为这个信和信所呢 就是是这个一体的 就是他体的 如果他体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信和信所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是这个 以本体就是 翻体不同 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呢就是真正这个 本体上是这个分开的 这样呢就是是没有的 尤其是这个 他这里呢就是没有 因此呢就是信和信所产生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是应该是一起的 并不是说所有的信和信所和 所有的这个信王呢 一起产生不是这样的 但是呢就是脱离了这个信所的 这个信产生 这个 然后脱离了信王的这个信所产生呢 就这样情况是没有的 因此这个信和信所呢 就是一定是一起产生的 就是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那个油尾法呢 就是一般的这个油尾法的 这个他的法相 就是那么这个油尾法和法相呢 就是也是这个一起产生的 当然这个我们这个 其他的宗派的话呢 就是一切法 发相和这两个呢 并不是是大体的 但是这个优势总督认为呢 就是他们认为就是 比如说这个一个法 就是他的这个法相呢 就这个法两个 也是是一起产生的 就是如果进步中以上的话呢 就是这个人的法相呢 就是这个人的法相呢 没有单独的一个法 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法相 并不是单独这个成立的 但是有种呢 就是他们这个承认是这个 油尾法的这个法相呢 就是是这个一起产生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或者是这个德顺 德顺的话呢 有一种这个情况 就是他这里这个 尤其呢就是 虽然有这个德顺 但是呢没有这个说到的 就是所以这个下面呢 也有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 就是他是这样这个宣说的 他下面呢 就是说这个若文呢 既然色法如是产生的 就是色法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刚才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用八种为生的方式 再预解的话呢 以八种为生的方式来产生 那么非色法是如何产生的呢 行与新说必定是一起产生 就是行与新说呢 当然这个某种程度呢 就是所有的新说并不是 所有的新和新说 不可能是一起产生 但是呢就是 有相当一部分的新和新说呢 就是必定是一起产生的 如何产生的呢 不是我就上去 因为此二者相互具有因之果 就是他呢 就是互相都是那个具有这个具有因 就是具有因呢 就是我们下面也讲吧 就是他是这个通过五种这个相应 新和新说呢 就是通过五种相应 五种这个相应当中呢 他这个世间这个相应吧 就是同一个世间当中这个产生的 所以这个新和新说呢 就是他这个具有这个相应的方式来产生的缘故 同样无论任何法产生度业有为法的法相 生诸灭 就是生诸灭一起产生 然后同样的道理就是 任何一个有为法呢 就是他的这个法相跟他们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为法呢 就是他有什么样的法相呢 就是他有这个生诸灭 就是凡是一个有为法的话呢 他肯定是有这个有生有灭有诸 就是他是有这种的这个法相的 那么这个法相呢 就是也是跟一起产生的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良力宝宗人里面也是讲呢 就是有些说是这个法相是这个室有的 但法相室有呢 不成立就是一般听不宗一上的话呢 这良力宝宗人当中也是专门这个破了这种观点 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法相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法相来定义吧 就是那么比如说有为法的定义是什么 人的定义是什么 那这个定义和这个法相 定义和有为法呢 就实际上是所谓的定义呢 就只不过是言辞 就是认识他的一种这个方法和途径以外 就是没有这个实质的 但是他们有不宗认为是这个有为法的这个法相呢 有为法和一起这个产生的 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 数月相续的所得之法与自己同时的得顺一起产生 然后呢就是他这里这个得顺 就是得顺的话呢 就是得顺我们这个前面也可能这个讲过吧 就是凡是这个法呢 就是虽然没有得 就是已经就是他现在这个相续当中呢 也可以有这个得顺就是得顺呢 就像是我们这个这个牦牛上面呢 就是有这个什么这个用顺索来就是拖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顺索呢 就是叫做个得顺就是 所以不是真正的这个法就是 比如说将来我这个相续当中要获得这个戒的话呢 那么这个戒的这种得顺呢 就现在的时候我的相续当中是有的 就是就像我们经常说为 我这个出家的话呢 有没有愿份看看我的鼻子 就是这个就是有有有 就是你现在的有这个得顺就是 这叫做是个愿份吧 就是有时候的是 我想是由他们由不中所承认的 也是我们有些人这个提出的这个问题啊 是这个很很相应的 你看看我又没有这个愿份 就是所以呢 就是我看看这个为了你出家的话呢 现在你这个得顺就是看得见吗 就是如果有得顺的话呢 有有有 你这个出家的这个得顺 有就是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我是那个随便就举一个例子 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这种这个得顺就是他这个 他这里已经讲了 就是在这个属于自相续这个所得这个法和 还有呢就是自己这个同时产生的这个得顺一起产生的 就是所得到的这个法和就是 然后发的这个得顺呢 就是一起这个产生的 比如说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就是生起那个出离心 那么生起这个出离心呢 就是所得的法就是 我以前没有这个出离心 现在通过上师的这个加持呢 我生起这个出离心 然后生起出离心呢 就是在我相续当中已经得到了 得到的时候呢 这个同时呢就是他们认为是有一种这个得顺就是 如果这个得顺没有的话呢 我相续当中是没办法就是得的 然后这个所得的法和这个得顺两个呢 就是同时这个生起来的 就是他们这样认为的就是得法和得顺呢 就是同时这个生起 然后这个宗词里面所谓的这个和吧 就是所谓的和呢 是说一切不属于相续之所得之法 不与这个得顺一起产生 他这里或者呢就是包括意思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自相续当中不属于的这种这个得法 就是不属于的这种得法呢 与这个得顺就是没办法这个一起 不是与这个得顺一起想法的 那么自相续当中是不能就是得的 有没有这个所得呢 就是这个是有的 所以这个和字里面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包括 就是因为不属于相续之法 大多数都是无有这个得顺 就是而灭呢就是他这里虽有这个得顺 就是他这里这个二绝子灭的话呢 就是虽然有得顺呢 但是呢两者都是无有这个产生 所以呢就是持住这个危险所 他这里这个二绝子灭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得顺应该是这个记住的 但是这个呃他这里呢就是这个相续当中是没有这个呃 没有这个是所以这个得法呢就是他没有产生 因为他的本体呢就是无为法吧 就是无为法的话呢他没有这个产生的 因此呢就是他这里这个没有这个三家宣说 就是没有三家宣说 下面呢就是光说就是分二个方面 相应法产生之力和不相应法产生之力 对这个相不相应法都已经讲了 然而这个相应法产生之力呢 就是分这个呃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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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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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诺定之分内和 还有这个这个不定之相应 相似呃呃呃是相同之分别 还有这个四不同之一体就是分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分略所和广所 就是第一个略所就是下面呢就是将这个呃 行之相应法就是相应法呢就是他这里讲这个 因为我们前面就是心王就是心王已经讲完了 现在呢就是讲的这个这个星所 所以这个这个星和星所有时候呢 我们没有学过俱诗的话呢就是有可能这个 不管是学大圆吗还是在学那里 有时候心和星所之间的这个差别呢就是 就分析的时候很困难的 希望大家这些这个学问呢就是应该这个 人人真正的这个观察我们前面也讲了 有些人呢就是可能业力显现吧就是 现在正在这个学很好的一个论典的时候 自己的自己开一种这个绿灯就是哎这个 这个这种不重要啊就是应该我现在那个 认识很难的很快的时间当中 这个去世修就是我去一个寂静的地方 世修一世的世修就是特别这个 一种这个没有闻思的地方就是光是一种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成就也很难说 但是呢就光是一种这个没有压力的就是 这样的话呢就是标明上看来很舒服的 但是我是完全不同意的 尤其是这个年轻人的话呢就现在稍微有一点这个 呃思维能力的时候呢你不加这个思索的话呢 你认为这个人生很难得马上要世修 但是呢你在这个世修过程当中没有一点闻思的基础 的话呢就是明年后年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这个 这个人生难得呢就是全部都可能就是永远都是被这个 邪见就是呃这个人物就是很有这种可能性的 因此在为这个呃我想是我们在闻思的修行过程当中呢 有时候呢在自己的分辨念就是对自己就是变成一种这个魔王来就是造这个 这个违缘就是因此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前往的是 不要认为就是这些呢就是一般的这个啊我认识很难得要世修 但是你两三天都是世修也可以一两年世修也可以 但是你一辈子呢就是如果真正在佛法的一些道理就是没有你没有这个告明白的话呢 就是你遇到外境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这个你的世修呢就是很容易就是变成一种非世修就是 所以呃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当然别的地方啊或者是没有闻思的地方去的话呢 我是完全都是不赞叹的因此他们有些人认为是我这个嫉妒性很大或者是呃 但我并不是我观察类型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现在很多人这个年轻呢本来都是我们对这个佛法就一窍不动就是 然后现在那个再没有什么闻思的话就是盲修项链呢就是 我觉得是这不是这个佛法的一种这个做法 如果是真正是你对你的这个相续有利的话呢 我们这个每天都是这样哭哭哭心的闻思学习没有这个必要的就是 大家都是每天都是就是念一点心中啊或者是观一点这个简单的这个修法的 我也讲得来就是我也这个观得来就是 然后我每天都是就是啊这个就是决心啊你们好好的命观就可以 可以每天都是这这样的话呢大家都是多疏忽的就是不用背说不用文书 但是我是这个完全就是不这个赞同就是因此呢就设起这个文思就是 然后呢就是就是说这个一些这个世修的话呢就是这一点就是 我像是你们现在不一定这个知道就是过过一段时间 再过两三年的时候呢你的世修变成什么样的就这一点也知道 我像我们现在在这里培养出来的有些这个堪布堪摩也好 对这个文思大和很好的基础的时候现在他们回顾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才知道我如果这个刚来的这个学院的时候也是这样盲修 的话呢现在对佛法的这个就一窍不通就是如果就是当时都是没有这种文思的基础 的话呢我现在都是可能就是很这个容易就是变成一种外道啊 很容易这个对佛法这个退市信息呢就是很有这种可能 因此呢就是现在在这样的凡早世界当中我觉得这个现这个这样的这个文思呢 就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因此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自己这个好好的文思的时候呢 就是旁边的这些这个金刚道友也是没有必要 你如果实在是这个心犯意乱就是实在是这个文思的这种这个机会没有的话呢 你自己这个离开也是可以的 然后不要这个打扰就是旁边的这个其他的金刚道友 我想是很不容易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心呢就是在文思上面就是稍微这个培养就是 在这种过程当中你这个造委员也是没有任何这个必要的 因此呃希望这个呃现在我们这个据色论呢就是是比较大的这个论点 开头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是比较这个认真 但是越来越下去的时候呢就像是这个华智仁波切在年元购物里面说是这个文思犹如 什么扩度的这个扩度这个神一样的就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图很大的就是尾巴很小很小就是那这样是不愿意的就是你要这个文思什么呢就是必须啊就是这个上面就是下功夫 就是这个呃大家应该这个注意所以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有关这个信和信所啊就是有些很多地方的话呢就是什么叫信和信所都是根本分不清楚 那这样的这个文思的话呢你这个观那个大圆满也好观这个什么世修的时候呢你如果信和信所都分不清楚的话呢 天天都是分别念呢就是认为是这是这个决心的话呢也许这个睡眠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决心也不知道就是所以有时候没有这个智慧的这种盲修呢就非常可怕 现在呢很多人就是对自己对自己就是增加一种暗卫就是本来非经节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境界 然后这个非世修呢就是认为是这个世修就是所以呢有时候大家呢就是应该这个需要分析 下面我们讲那个呃就是第一个是略所吧就是略所是五种信所知这个呃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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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法就是地法 而彼等呃各不同呃各不相同各就是他下面呢就是讲这个五类这个信所啊 就整个这个信所呢就是他这里这个四十多种这个信所 然后呃就阿比达姆这个上阿比达姆当中的话呢就是五十一种这个信所 那么这些这个信所呢啊就是他就这个包括这个五种啊就包括包括这个五种这个信的这个地法 他这里的这个地法呢就是他地法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呃一种这个氛围啊就是氛围就或者是我们这个呃比如说这个呃就氛围也可以说吧就是氛围呃什么叫这个氛围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下面所讲到的呃这个大三地法或者是大烦恼地法就是他这个地法的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这个产生烦恼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种这个烦恼是一定会是与他这个同时这个产生的就是 然后于他呢就是他得一种这个机会呃就是你没有参生烦恼的话呢就是烦恼的这个这个地法是不可能这个参生的 然后你没有称这个没有生起这个散发的话呢三散发的这种这个这个地法是不可能 所以他这里这个地法的话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呃在与他不同的就是他获得一种这个机缘获得一种这个愿分获得一种这个地呃什么这个氛围 就是他这个地法呢一般是用氛围的意思所以所有的这个信所呢呃就信所呢就是他是一般来说是包括 这个五个方面来这个呃宣索就是五个方面来这个宣索那么这个各宣索的这些各新索呢就是他里面的一些这个发像呢都是是不相同的 当然我们这里面这个这个没有这个宣讲的一些新索还是有的呃比如说下面呢呃呃第第五品吧第五品这个顺便品里面讲到这个主要这个烦恼当中呢就是像贪心呐嗔恨心呐傲慢呐还有这个怀疑啊就这些都是他没有这个说呃这个没有这个包括在就是哪一个烦恼当中啊就是 这些的虽然是他是这个包括在这个信所里面就是他这个包括在信所当中但是这这五种这个地方里面就是没有包括的这个有些法也是应该是具足的就是这个信所里面有些是具足的但是呢他这里一般来说是所有的信所呢就是包括在这个五个方面来讲的就是既然说信与信所就是决定一切神 那么到底有多少信所呢就是有多少个信所呢他下面就是决定的信所共有五类就是他就决定信的就是他在这个某种环境当中呢就是同时一定会是这个产生的 所以他这里的这个地方呢他为什么是贪心和嗔心不包括在这个地方里面呢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下面还在讲 比如说生贪心的话呢就是他不一定是这个有时候呢就是对这个生贪心有时候呢就是对他生嗔恨心所以呢就是贪心和嗔心呢就不一定是这个决定是这样这个生起的 但是这个生散发和生烦恼心呢就是完全是不同的就是他的这个缘分就是他的这种什么他的这种这个氛围得到的时候呢就是他必定会是产生的 因此呢他有这个决定性的信所呢就是共有五类就共有五类那么这个哪些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变大地就是变大地法就是变大地法 然后邓子所包括的这个大大三地法大烦恼地法还有这个不三地法和小烦恼地法他们都是是互为这个一体的缘故 就是这个他们这个由不中呢就是认为是这几种这个地方呢就是他是这个一体的啊就是分为这个一体的他是这样这个认为的 因此他这里呢下面都是每一个都已经这个宣讲了就是我就这里就是什么叫做是大三地法 就这些都是不用宣讲就是下面广说的时候呢每一个都这个宣说 总的来说的话呢我们要大家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个在居士论当中信所呢就是分这些方面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现在这些概念呢就一定要知道 比如说我们这个下面要提这个大遍地法的时候呢就是哦哪些哦就是这些信所 然后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大烦恼地法或者是不三地法 就是这些呢就是一下子就能让这个想得起来的话呢就是对居士论就是很容易这个精通 否则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下面一说是大遍地法 大半遍地法里面大概有多少个信啊就是这些时候大家模模糊糊的话呢可能这个只有在文字上就是可以分析 但是真正的这个意义上分析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困难 下面我们就是讲这个光束就是光束呢分为各方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大遍地法 他这个大遍地法的意思的话呢就是意思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信吧 就是按照这个由不宗的观点的话呢 所有的这个信呢就是只要产生一个信呢就是他们认为就是凡是这个下面所讲到的四种四种这个信所 四种信所呢就是全部具足啊就是四种这个信所呢就是呃全部具足就是他们是这样这个认为的 然后那个大遍地法的话呢就并不这样认为的就是他这个下面的这个这四种信所呢就不一定具足的 其中呢就是有五个信所呢就是一定是具足的 这叫做是五边信法啊就是五边信法就是他五边信法呢就是下面就是讲的这个 数相思然后这个处和作意吧就是数相思处作意就是这五个呢就是变信法就是意思说变信法呢就是他变于任何一个信就是 凡是有一个信产生的时候呢五种变信法呢一定会是这个产生的就是大成阿比达默是这个只有五种这个法是变信法 然后那个呃就是这里小成阿比达默就是也就是说居士论里面的话呢就是他们认为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信和信所产生的时候呢就是在四种这个遍地法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产生 他什么叫做遍地法呢就是遍是指的是这个遍这个所有的这个信 比如说我这个今天这个产生一个信心产生一个信心的话呢他这里前面所讲到的这四种信所呢在这个信心的群体当中 信心的这个诸位呢就是他也是这个发生的就是他也是这个全部这个发生的就是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那这个全部这个发生的话呢就是为什么是这个不发觉呢 比如说他我们先把这个他的这个各种不同的本体讲一下不然的话呢我在这里讲也可能你们有些时候不一定理解 他这里什么是这个四种遍地法呢就是他这里这个树向四欲以及这个处 还有呢就是指挥和一念作业 然后这个圣洁一戒三母定次当随足一切行 就是他这里后面不是这样的吧就是次当就是上面所讲的这四个信所的话呢 他这个随足一切行就是他的意思是随顺一切行 凡是你相续当中产生一个信时候呢就是这四种信呢就是是不可分割的 就是一定是与他这个同时产生的就是他们这样认为的 那么他这里的这个各自的发生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前面这个树和象呢就是在讲五蕴的四合已经讲了就是这个树的发生是什么样 就是这个有五种就是然后这个象呢就是他象也是辨别这个外境的一种这个信所就是这个前面已经讲了 前面就是讲那个就十七伦寺不是说了吧就是 那么这个象和树呢就是全部是这个信所里面包括为什么是他们两个就是架在那个五蕴当中呢 哦这个是有眼影的一个是这个争论的影轮回的影就是前面的是就是以这些原因也讲了 因此这个树和象树云和象云呢还是包括在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信所里面的就是树和象 然后呢就是四就是他这里四呢一般是这个对动摇就是就清净这个外境的时候呢 对这个外境就是执著的一种这个动摇就是叫做是这个四 然后这个欲就是欲呢就是他这里这个象希求就是获得这种外境的一种这个心态 然后这个树呢就是树呢就是对外境和根和实就是全部聚合起来就是这时候这个相拥这个外境的一种这个信所就是他这里这个树呢就是实际上是并不是我们这个前面这样的这个所处就是所处的话呢就是它是有时候就是是这个外境方面就是外境方面的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就是它是这个色法里面吧 它这里的这个树呢就是指的是这个信所就是也是一种这个树的这个信所 然后智慧呢就是能能辨别的这种智慧一念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会议就是作意呢就是对这个外境就是进行这个作意就是他这个作意呢就是跟移民的说法可能稍微有一点这个不同的就是他这里的这个作意呢 比如说对对境这个专注的信就是对这个信呢就是专注于对境 但是刚才前面这样的这个四和那个作意呢有一点这个差别就是所谓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四的信所呢 我这个看见这个外境的时候呢就是对外境就是起这个动摇就是我们这个呃 比如说我们那个呃这个系铁士呢就是也接近这个铁的时候呢就是他就这个铁呢就是开始动摇就是 但是他没有这个直接制作就是他所以在首先就是起动摇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四 然后呢动摇以后呢就是在进行转注这个外境就是他这个进行转注这个外境的话呢 这个叫做是这个作意就是然后这个进行转注外境的过程当中呢就是 就是像那个获得这个外境就是像获得外境就这个部分呢就是称为是这个欲就是 所以他这里呢如果详细分析的话呢就是当然这个按照那个由不正所说的那样就是 这四种这个这四种信所居足也是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神界啊就是神界呢就是对外境就是呃就对外境的功德就是他已经这个认可了 认可以后呢他自己这个愿意获得的就这样的一种这个呃 信所就是也经上我们所为所为所认为的这个定解就是定解一样的 然后这个登次就是登次的话呢呃就是意思这个心呢就是专注于这个当中 就是然后一直是不动摇就是一直是刚才呢就是一直专注于他 但是现在呢就是他这里这个专注的呢不动摇就是说一说 他有些翻题的层面都是不相同的就是他有些这个角度都不凶的 他就按住的角度来说是这个是叫做是这个定啊就是定 所以他这里这个神界一界三谋定呢此等随足一切性 但是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这是那个颂词当中的话呢就是完全是由不中的这个观点来说的 然后实情伦士的知识里面实情伦士的知识里面呢就是他也是就是这个颂词里面所说的这个四种这个信所呢 不一定每一个心的这个诸位居住的这一点呢就是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那个实情伦士他知识里面也是已经讲了就是他说是这个传说如是列实中 就是列实法吧就是他意思呢就是传说就是 然后那个教识的什么那个教识论师的那个在讲义里面呢就是说是实情伦士在知识里面就是提出的这个传说呢就是 也是对这个有是中的这个有不中的不满的一种这个语气就是 意思呢就是进步中虽然承认是四种这个是中这个变法性就是 嗯四种这个遍地发性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他不一定是那个 就真正这个具足的这个有些性的话呢就是他就是不一定具足的 但是实情伦士按照那个由不中的这个由不中的观点的话呢 他也是这样这个像就是说的就是说是这些这个信和信所呢 就是非常这个细微的这个缘故就是非常这个细微的缘故 因此他的这个相续也是很难以这个认可的话呢 何况说是一刹那一刹那的就是 呃这个知识里面也是有这样的呃 他的这个相续呢因为就非常的这个细微 非常细微的话呢 那么这四种这个缘性 四种缘性呢呃就是他的这个相续当中也是有明显的这样 我们觉得是啊这是四这是这个树这是这个像 那么这是这个预了当当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参生一个相续当中的呃 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参生一种这个分别量 我参生一个分别量的话呢在我的这个分别量当中呢 所有的前面的这个四种变发性全部这个意义的分析出来的话呢 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呃 但是在一刹那间当中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四种变性全部在这个在自己的分别量当中 辨别出来的话是这个是更困难的 但是呢他们这个优步众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就是不能这个发掘 不能发掘的话呢并不是是没有的 比如说我们那个呃就是药里面就是他那个姿势里面专门具一个离子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药的话呢就是药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物质的这个成分 但是我们这个相用它的时候呢就是这些每一个这个这个这个药的这个味道和药的这种这个分裂的话 我们在这个色图当中是没办法就是把它这个解释 但实际上呢就是你不能这个承认 比如说我们这个藏药的话呢就是一颗丸子都是可能有很多的这种这个药物这个组成的就是 但是每一个药物呢就是你在这个感觉上是你肯定发掘不了就是 只不过是大概一个很枯燥的或者是很难吃的就是味道就是 但实际上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同样的道理我们产生一个性就是 也是我们这个发掘不了就是所有的这十种变性就是给我们的分别量一起产生 但实际上呢就是在四种这个遍地法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存在 就是他们这个犹不宗呢就是这样认为 但是世青伦师呢就是他在这个知识当中呢就是也加了一个传说 加这个传说的原因呢就是应该这个按照这个 大乘阿比达默的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是比较合理的 大乘阿比达默的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刚才这个前面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三毛的根主和三毛的呢 对就是他这个五种地法和五种这个变性法就是五种地法呢就是刚才那个十种这个 十种变大地法里面呢就是就是他这个前面我刚才讲的吧就是 就是相数相思欲 欲不包括就是数相思然后这个出 还这个作意就是这五个法呢就是叫做是五种变性 就是五种这个五种变性 变是那个刚才那个变大地法的变就是心呢就是心内的心 那么这个呢就是大乘阿比达默的话呢就是凡是任何一个这个心三色的时候 这五种变性呢就是一定是这个存在的就是这是不可分割的 然后其他的其他的这个法呢就是呃叫做是那个呃 其他的法作呢就是是那个呃叫做是丁呃看呃就是丁定 他是这样这个认为的所以其他的话呢就是只要这个对这个 这个制作对境方面的这个五种变性就是所以不一定这个具足的就是 比如说你这个呃这个这个呃这个餐定就是餐定的时候呢就是 他那个前面的这五种变性呢就是一定是具足的 但是餐定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定解不一定具足 餐定的时候呢就是一年不一定这个具足 所以呢呃这个呢大乘和小乘之间的一种这个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辨别的这个不同吧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 因此呢呃这个我们这个这个大乘的这个阿比达默也是如果呃 其实我们应该这个迎一下那个大乘阿比达默就是方便的时候 可能要大家这个参考这个大乘阿比达默呃 参考大乘阿比达默的话呢呃就是这个这个汉文上面也是是有的呃 所以我原来都是像那个那个大乘阿比达默同时讲 但是现在呢大乘阿比达默同时讲的话呢 原来那个嗯有一个叫堪布根德诺 我刚来学院的时候也是听过那个大乘阿比达默就是自己还是很有心愿 因为刚来的时候的有些这个这个求法的信呢就是特别特别切 然后过了两三年以后呢就像人老了一样就是对这个法的信心也是越来越这个薄弱 就是所以我想是大乘阿比达默呢就是我刚来的一种这个信心当中所得到的法 就是可能是这个还是有很多这个现在的是能想得起 现在我虽然没有这个翻那个藏文书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大乘阿比达默里面与这个小乘阿比达默的这个有些说法不同呢就是现在就是一下子就有时候能这个想得起来就是方便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还还是要那个呃就是再做一些就是这个你们有关人员看方便的话呢就是对我联系就是看看我们这个有些金刚道友呢 现在也是不管是看知识啊就是就下来过后都是确实特别这个认真就是从早上起来一直这个看书背书啊就是然后只有晚上这个闭着眼就是晚上睡一点第二天早上也是这样的就是 所以这个有些这个闻思呢就是特别就是不错的有些的话呢就是当然这个讲完课以后呢就完成了他的这个重大的人物 就有些呢就是可能课的不一定听就是所以在人当中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界限就像是一块木头也是有各种各种各种界限一样 在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团体当中也是有些是特别精进有些是重等的精进有些是一定也是不精进但是他吃的特别多啊开玩笑我也没有我没有吃我的啊 呃既然啊既然所啊无中信所之地法就是既然所无中这个信所的这定法必等各自不相同骨啊就是无中不就刚才这个颂词里面这样讲的吧 那么呃边大地法究竟有多少种呢就是这边大地法是到底这个有有多少种呢 呃有呃有四种就是集这个树啊就是树前面已经讲了所以他这里没有这个讲 树是一个就是树树里面已经讲了然后这个与这个对境的这个动摇的这个呃信所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四啊就是对对境动摇就是刚才也讲了吧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外景的时候呢 我向这个执着他就是这个有分别和无分别但无分别的这种动摇呢我们就不发觉就是有分别的时候呢呃就是我要这个像说啊有时候的是心里面去像说但是呢呃就是也没有这个说出会在这次心里面就是想去这个境但是呢就是还没有就是只有从这个开始的时候稍微有一种这个动摇我们在这个学这个藏文文法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看见这个呃阿子阿子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就是有一种这个动摇就是想念就念从这个阿子但是这个印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发出来就是还没有发出来的最初的一种这个动摇就是最初的就像是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漆风一样的就是这个呢就是叫做是是就是所以这个在这个与世论当中详细分的时候我们表面上看来是啊线啊树啊好像全部都是笼统就是一起一样但实际上呢就是在有些新所的分裂当中是不同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是 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像呢 就是前面已经讲完了 所以他这里呢 没有这个解释 就是在我们这个像云的时候呢 已经讲完了 然后这个像的这个欲了 就是欲 希求对境之那个 希求对境之这个欲吧 就是他这个蒙奉仁波切呢 就是在直至如门当中呢 就是每一个就是将他的本体 然后将他的这个作用 就是达成阿比达目当中 也是将了这个他的作用 还有那个就是 伽之伦斯吧 就是伽之伦斯呢 就是他的这个什么 那个无论就是 乌云这个变化 乌云变化当中呢 也讲了就是 每一个这个星所的作用 和他的这个本体 就是比如说 他这里面的这个欲的作用的话呢 就是静静 就是他的这个 他自己的这个本体呢 就是希求对境 然后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他的作用呢 就是静静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只要有兴趣的时候呢 就是会静静的 没有兴趣的话呢 就是肯定不会这个静静的 对俱舍论也是同样的 对任何一个法呢 就是首先是你有一个欲乐 就是对这个法呢 就是对我来说是 对精神来世的是很重要 就是很难得 就这样的有一种 娱乐性产生的话呢 然后就是对他就是很静静的 哎这个是无所谓吧 大爷们也对我来说 是没有什么的话呢 看他的这个法本 都是不一定有这个 重要的这个意义 因此我们任何一个人呢 就是不是在价值上面 有时候人的这个心上面 比如说本来是 这是一个黄金 但是呢 就有些人的话呢 就对这个黄金呢 没有这个兴趣 这个黄金对有什么用呢 就是这是一个 一块这个这个静数 就是这没有什么用的 这样想的话呢 你不会对他 有一种这个增规之性 就是如果没有增规之性的话呢 就是不会对他这个静静 就是所以他这里这个 他的作用呢 就是这个静静 就是这个希求对境之作用 而且希求对境之于 然后这个对境语 更是三者聚合而相拥之 对境的处 就是他这里这个处呢 有些呢 就是说是 它是这个单独的一种 这个信索 但是我们前面的 这个这个希求对境之语吧 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讲那个发性的时候 发性这个相关状态里面 本体里面不是讲吧 就是发性是利他的 然后呢 就是是那个 是这个称呼的一种这个欲信 就是他这里欲信呢 有些这个论师说是 这个发性是一种信索 有些说是发性是一种这个住信 所以这个方面的辩论非常大 就是尤其是相关状态呢 就是这里面就辩论非常大 但意思呢 就是发性是不是信索呢 主要是前面的这个欲 就是我们想获得这个称呼呢 也是一种这个希求信嘛 那么这种信呢 就是是不是一种信索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分的 就是这里 这个希求之对境的一种 这个欲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他这里这个刚才对境和 还这个根和这个事吧 就是这三者这个聚合而相拥 相拥的话呢 就是出 就这个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 任何一个这个东西呢 就是就你遇到这个外境 然后自己的根也具足 事也具足 这个时候正在相拥的 这种这个心态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处啊 就是处 然后辨别法的这个智慧 就是辨别法呢 就是这个是智慧 就是它的这个作用呢 就是刚才那个处呢 就是处呢 就是产生那个树吧 就是产生 它的作用呢 就是处的那个作用的话呢 它就是依靠这样的这个处 就是对这个真理处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所处呢 就是有点这个差别 就是性的这个所处 就是性的所处 这个性的所处呢 就是依靠这个根和经和外境 什么这个根和经和还有那个事吧 就是这三次那个聚合的时候呢 就是产生一种乐啊 就是或者是哭啊 或者这些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所处 然后呢 就是辨别的这个智慧 就是智慧的作用呢 就是遣除这个怀疑 就是也就是说 这是好的 这是不好的 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智慧来就是辨别 不忘所缘之意念 就是意念 就是意念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以前这个往事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能这个清晰明白 就是他那个以前的这些这个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不忘 实际上呢 就是当然我们这个每一个心上中呢 按照有时中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也不忘的 也辨别的 然后呢 就是也能这个借着的 就是这样的很明显的这几个新手的话呢 我们现在肯定发掘不了的 但是居士论姿势里面所讲到的 就是我们发掘不了 不一定是这个不存在 就是我们现在不要说是一刹那一刹那 就是大的这个相续呢 我刚才做什么事情 都是现在根本一念不起来 因此对自己的心呢 就是没有什么可靠的 就是我昨天这个晚上出的什么饭呢 就是现在都想不起来 也有现在想不起来 是不是没有呢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这个分别念呢 就是还是有限的一种这个境界 所以这些呢 就是按理来说的话呢 就是应该这个 这个按照有时中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全部就是在一个 这个只要产生一个心 会全部这个具足的 但全部具足的方式呢 就只有是这个本体是一样的 翻体不同的方式来 这个存在也可以的 比如说我对他这个 就是去一个外境的时候呢 也有一种爱乐的心 也有一种这个感受的心 也有一种接受的心 也有一种这个决定的心 也有一种这个心 这个专注的心 也有一种动摇的心 就是还是在一个心 本体当中的话呢 就是有不同的很多很多的翻体呢 就是同时这个存在 就是同时存在 因此呢就是真正这个心的这个心理学专家 就是释迦牟尼佛呢 就是才知道 就是但是释迦牟尼佛的真正的秘义是什么呢 后来由不宗和进不宗的这些这个 这个心理学的专家们呢 就是又开始这个 就是不同的这个争论 但一般来说的话呢 大乘这个分析的是应该是很好的 就是因此呢 就是我们这个五种变形法呢 就是一定是这个具足的 然后其他的这个五种这个心所 就是具不具足呢 就是这也是我们这个 自己做分析就可以 将所愿进之为功德之圣洁 就是那么这个所愿的这个对境呢 就是成为这个功德 那么这个有些论师呢 就是这样讲的 通过这个教理呢 就是不必这个他人所多的一种定解 就叫做是他这里的这个圣洁 什么叫这个圣洁呢 圣洁的意思呢 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教证理证呢 就是认为是 这里呢就是真正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原来呢 就是因果不存在 就因果存在 就是这些呢就是不存很多的 现在通过问世以后呢 而所谓的这个因果是一定是存在的 所有的这个前世后世呢 一定是存在的 通过这个教理 而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真正生起了一个坚定 就是不被人 这个别人的这个卸直卸索呢 就是不会这个 就是就是夺取的 这样的一种定解 就是我们讲定解报道论吧 就是定解报道论里面 就经常所谓的这个定解 在这相续当中生起一种定解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 这个叫做是那个定解 当然我们这个这个心所 就是大概的一些里面讲的话呢 这是柱子 就是这么这个柱子的功德呢 就是在自己心里面 不舍弃的一种这个心所 也可以叫这个定解 就是也可以叫这个圣解 心一心转注为等辞 就是 持等即是变大地法 这些都是叫做是这个变大地法 因为他们随从一切心所而产生的 一切心而产生的心所 就是他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随从这个一切心 就是一切心而产生的 可以今天讲到这里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